大家好我是阿凡 近年來電腦圈掀起一股RGB風潮 連組件及周邊都會加上RGB 不過如果你以為你的顯卡或風扇會發光就很潮了 不只能說你還沒跟上時代 因為現在可是連線材都有RGB了 想想以前古人還要鑿臂偷光 作為現代人的我們 居然把燈光都用在電腦上 可真是極盡奢華 現在我們就來介紹這款閃閃動人的延長線 連立彩虹橋 Streamer PLUS吧 首先外觀的部分 黑色的包裝 雷射燙金的字體與圖案 可以看出連立在包裝上也是有琢磨的 畢竟一條線賣到一千多元 包裝勢必也要給點誠意的 內容物方面 8PIN的配件有附一條5V接頭 24PIN也有附一條5V3PIN接頭 還有連接電源的SATA15PIN接頭 以及LED訊號輸出接頭 還有一個燈光控制器 控制器的部分 M1為執行模式切換鍵 可以切換燈光模式 長按2秒也可以切換成本機模式 或同步主機板模式 M2可以切換燈光顏色 S為燈光流動速度切換鍵 L可以控制燈光亮度 這邊順便提醒一下 8PIN的延長線是沒有控制器的喔 那接下來就進入燈光欣賞時間啦 這次的燈效有7種顏色 18種照明模式 5種速度和5種亮度可供選擇 24PIN和8PIN的LED數量 分別為120顆和108顆 可以說是給好給滿 最後做個總結 可以看到這兩條RGB延長線 在燈效上表現相當不錯 18種模式可選 LED數量也相當足夠 讓RGB在發光的時候相當流暢 如果價格能再評價一點 我想會是眾多光害玩家們 很不錯的選擇 那影片就到這邊結束 感謝你的收看 拜拜